所以燕麗姐這邊的爸爸媽媽 好像也可以有一些方法 可以幫忙解稅 對 這個是政府照顧大家 今年新上路的一個制度 這個是長照制度的一個 減免免稅額 那簡單來說就是說 如果我們的直系親屬裡頭 它是因為身體真的很不舒服 然後住在一些安養院 或者是長照機構 甚至就是說如果說 有些觀眾朋友會說 那我爸媽沒有去長照機構 我是自己照顧可不可以 可以 如果說你拿得出醫生證明 就是像是八色兩表等等 就是它真的是你需要 親自照顧它的話 對 對 那今年新的制度是 一個人就是不管是你的長輩 或者是只有你的直系親屬 一個人的這個扣底的免稅額 是十二萬 可是它有一個前提 就是有排付條款 也就是說如果說 你的個人綜合所得稅 是二十%以上 表示你收入不錯啦 政府就覺得先不要照顧你 我們先照顧其他人比較重要 所以這是今年新上路的制度 那如果大家有疑慮的話 都可以打電話去問一些主管機關 是 那其實講到這個 就是用父母申報撫養 來節稅的話 如果就是家裡只有一個小孩 可能問題不多 但如果家裡小孩太多的時候 其實也是會有糾紛的 小孩很友好 大家都唱要撫養耶 對啊 對啊 好想撫養爸爸喔 到底要歸誰呢 誰來撫養啊 你這麼想嗎 OK 其實說實在 大家一直在研究所的稅到 有什麼可以截稅 其實真的可以截到稅最多的 就是一個是 醫療單據 對 第二個就是 醫療單據的話 是指我們平常去看醫生那個收據 對 所有的收據 那個是時報時箱 每一張都可以耶 因為它沒有限額 沒有限額 比如說做假牙啦 那費用是不是很高 那打雷射那種可以嗎 醫美不是 醫美不是 對 比如說美 醫美 其他的都可以 你長得漂亮 對是會沒貢獻 對啊 講嘛 對啊 可是一般人會以為醫美可以 那倒是真的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其實一般人會覺得健康檢查 它其實是可以抵的 對 這個是可以抵的 真的 健康檢查一次好幾萬耶 對啊 那個都可以抵 所以這個金額 其實是抵最多的 這一集這個收播就對了 對 你看我這樣子看一看 今天還去健康檢查 我已經檢查完了 我不知道它可以報 可以 所以第二個 剛剛講那個醫療費用 第二個就是撫養清楚 所以大家要搶著報 所以有一個案例是這樣 其實就是 哥哥平常他們感情都不錯 兄弟感情都不錯 可是一到要報稅的時候 哥哥他的收入就是比弟弟多 可是因為他收入多 所以他幾乎常常不在家 然後弟弟又比較常在家照顧爸爸 所以弟弟就會覺得說 那應該是我來報爸爸撫養 在報稅的時候 可是哥哥就會覺得說 我所得高 我應該我報會可以省更多 應該我來報才對 所以他們還在討論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要報 爸爸是六十一歲 對 結果這個哥哥比較奸詐 就是他就自己 五月一號馬上就報了 所以教大家一個 誰先上傳的那個人 你就是那個優先使用權 五月一號零點零分按照 所以如果你有這個問題的話 麻煩五月一號趕快報 高啟的爸爸的身分證字號 跟出生年 對 馬上報你就是第一個就先 那個弟弟完全沒有辦法 做任何補救的措施 可是很好玩的事情就來了 所以因為這件事情 兩個兄弟就大吵一架 說你為什麼不跟我商量 這件事情 結果後來 等到那個大概七月之後 開始要退稅 或者是要補稅 結果哥哥 居然收到了一張 補稅單 為什麼要補稅 被發現了 因為通常大家知道 長輩不會告訴晚輩說 我現在身上有多少錢 對 結果爸爸呢 其實他就偷偷地去買股票 他鼓勵有三十萬 像剛剛 這爸爸 還不錯的耶 爸爸很有錢 他都買其實也不多 幾百萬嘛 就是幾百萬 對 可是就像 但是這爸爸還滿厲害的 對 就堅持得住 那把爸爸的這個收入 三十萬加進去 他的所得稅率有百分之二十 三十萬乘以百分之二十 他要多繳六萬塊 他反而要因此地多繳 那在扣除 因為他有 撫養爸爸嘛 他實際上就是要多繳 四萬兩千四百塊 因為哥哥就是 沒有常常在爸爸旁邊 都不知道爸爸的 有那麼多傻子 真的 這個時候弟弟 突然心情很好了 其實我們剛剛在聊節稅 其實有很多人會選擇 用一種方法 就是隱藏資產是不是 對 這個滿瞎的一個例子 就是我記得有一年尾牙 那我就跟一群客戶 在那邊吃吃喝喝 在聊天的時候就有人 就講到說 我突然有個想法 我們是不是把以後 客戶如果給我們的錢 我們就不要把它存到銀行裡面 我們就把它藏起來 這樣國家不會發現 我們有這筆錢 他是想搬的先機放家裡嗎 對 他就是覺得 可是放家裡的悲劇 常常新聞上都有 真的 對 那大家就在講垃圾話而已 那結果有一個人當真的 他就真的認真去想這個 就說滿有道理的 因為你銀行其實都會跟 跟那個稅務機關都會連線 所以你在裡面多少錢 其實都查得到 他就覺得說這樣不行 那我來放保險箱好了 因為保險箱一年 大概就幾千塊錢 而且你在銀行 他是部下重兵 去看守這個保險箱 對啊 他就覺得那我來試試看 比較安心 有一次就客戶給他八十萬的現金 不知道做什麼交易 然後他就把這筆錢 就去開一個保險 銀行的保險箱 放進去以為高枕無憂 結果過兩個月 進去看一下打開 都沒有錢 保險箱裡面都沒有錢 這是電影的情節吧 對啊 就覺得怎麼會這樣子 趕快叫銀行主管來處理一下 然後銀行主管就直接說 拍拍的肩膀 拿出當初的那個保險箱的合約 拍拍他的肩膀 對啊 拿出那個合約 裡面就有一條 裡面一條就說 銀行只對那個 保險箱的本體負責 不對保險箱裡面的物品負責 什麼意思 我們翻譯成中文 沒錯 翻譯成中文就是 有點像是租賃契約 房東只對你的房子 可以用 可以住來負責任 你如果家 對 可是 銀行的保險櫃是這樣 所以放在他那邊 他不會負責看管這樣子 你東西掉了他沒有 那這樣放在這裡要幹嘛 還會被偷 還不如放在自己家 放家裡 對啊 所以我朋友 那個客戶當然O 他來找我 可是也不會平白的 對啊 會穿你那邊 可以這樣掉進去 對啊 所以這時候 我當然就說 我們去調一下監視器 看一下那個門禁 出入進入嘛 就調出來什麼都沒有 然後監視器好像有一段 就是有時候會有一些 例行的修理 可能就斷掉了 對 然後我就覺得 搞不好就是這個時候 被動手腳 對 然後這個合約又不賠 對 所以就真的是鼻子摸摸什麼事 那會不會是他自己的家人 或是 他是不是久憨而熱的時候 對 把屁碼告訴你 我也是 他們認識的 還有 真的 這個不好說 不好說 真的 好 對 這種狀況就是聰明百倍 聰明了 但是他真的萬萬也沒想到 放保險箱 怎麼也還會 還是會沒去 還出事喔 對 好 最後我們要請教一下 這個燕麗姐 就是說來教教大家 我們要掌握哪些原則 我們才可以聰明的來解說 接下來教這一招 是所有觀眾朋友 舉凡你有上班的 你都用得到 他會 好在賺錢耶 學起來 是 他可以有一個 一雲三吃的效果 也就是說 好 我們今天有上班對不對 那我們分成這個 退休心分成勞退跟勞保 我們就不要講勞保 勞退的部分 雇主會幫我們提播六趴 我們自己也可以決定 我們要提播一趴 兩趴 三趴 四趴 五趴 還是六趴 也就是六趴之內 對 六趴 就是雇主幫我們提播六趴 我們還可以自己再決定 要不要提播 那上限就是六趴 所以你可以自己決定是 一趴 或兩趴 或三趴 或六趴 隨便 才上限就是六趴 對 總共到十二 那你自提六趴有什麼好處 我剛剛講的 一於三吃 第一個好處是 像我同事啊 就是他的薪水是四萬六 他那時候就問我說 那燕麗姐 我還有沒有其他節稅的方法 因為 雖然他也很孝順 每次撫養爸爸媽媽都輪不到他 那他也單身 也沒有其他可以撫養的親屬 所以我就跟他說 那你就自提六趴 好 那第一個就是我剛剛講 強迫儲蓄的效果 因為你自提六趴的話 以我同事 如於薪水一來之後 強迫先存量 對 那以我同事 剛剛四萬六的薪水 來說的話 現在投保上限是四五八零零 六趴大概是兩萬七 所以第一個強迫儲蓄 第二個 那就我們過去的一個四大基金 操盤的績效 然後把基金操盤績效 過去十五年 平均好的還有三趴 是比現在銀行定存 零點八四趴好 我講得好大聲喔 這是第二隻魚 零點八四趴 現在一年數定存率 零點八 接下來會更低 因為下半年還要再降息 是 第三個好處是什麼 因為它可以扣 個人綜合所得稅 免稅 完全免稅 所以我同事 他就從他的急劇 就從原本的十二趴 進步降到五趴 他這樣一年就省了 好不好 超好的 所以這就是一於三次 大家可以回去算一下 如果你自提六趴的話 你可以有什麼樣的效果 我覺得今天這一集 真的造福很多人耶 而且蘿莉塔 你知道上課其實是要付學費的嗎 我知道 我覺得今天真的很划算 所以我今天不在 所以來賺錢 還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我跟大家講一下 像我媽媽昨天 就丟了一本這個給我 她說現在只要去國稅局 就可以拿這個 節稅密集 對 所以國稅局 國稅局有在發這個這樣子 讓大家可以參考就對了 對 這麼棒耶 而且這絕對合法 對 絕對合法的方式這樣子 我媽就說可以 叫我好好念一下 研究一下 真的 看全姐已經開始看了 真的 不過這個報稅的季節 其實講到這些 因為我們真的不常接觸 所以其實像我已經 就是結婚這麼多年了 每一年到報稅的時候 其實我真的頭好痛 我就會想說 就交給專業人士 但其實有很多的收據 這些憑據 其實真的是要靠我們自己 平常去累積 然後才能把這些資料 就是完整地交給他們 真正地做到節稅 所以今天我覺得自己 真的學到很多 對 但我就是覺得 大家還是要很這個 進這個納稅的義務 但是同學 你不要這樣 要聰明的 聰明的節稅 這真的很重要 對啊 我們要按時的腳稅 但也要聰明的節稅 今天也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歡迎大家來訂閱 我們的YouTube頻道 解決你所有的家務事 跟上潮流社會事 滿足你想知道的八卦事 還有時尚這檔事 趕快按下訂閱頻道 加上小鈴鐺 俗女家務事 趕快來訂閱